欢迎收看第640期国度星报综合报道 首先为您介绍新议会60周年相关的消息 台湾新议会主办的台湾新议会成立60周年联合感恩庆典 11月1日在真理大学举行 邀请美籍宣教士傅利德牧师 以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为题正道 会中有感恩纪念大会 也举办了运动会、园游会、牛津学堂导览 以及颁奖摸彩 美国福音新议会监督 以及香港新议会监督挪威拆会代表等等 约有4000多人出席盛会 傅利德牧师表示 我也是在台湾新议会邻里长大的孩子 他指出1959年他以上位身份来台服役 在台湾信主回应呼召 1961年回到美国读完神学院 1966年再到台湾来服侍学生 并且教授神学教育等等课程 是为了帮助建造健康的教会 并且把福音持续地传承 他引用马可福音9章第二节表示 因着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显现 让门徒明白上帝是怎样的一位神 也因着显现使我们一生一世 瞻仰神的荣美 而当主耶稣对瘸腿地说 你的罪赦了 或像瞎眼地说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这就是福音 他强调要同心合一 并紧紧跟随耶稣 因为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接着为您介绍艺术媒体相关的消息 台北灵良堂福音外展部 10月28日到11月2日 在灵良山庄及宣教大楼 举办了为期六天的 极尽艺术媒体研习营 特别邀请了加拿大3EC大学的 Dr.David Squires 以及基督徒艺术家等 来分享基督徒艺术人的心 与艺术工作结合福音的设计和应用 对福音具有热忱的艺术工作者 出席相当踊跃 28日 Dr.David Squires 分享艺术人的心 他指出 爱需要加上牺牲 他举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为例 说明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 爱主你的神 Squires说 当他想起玛利亚的时候 就觉得他是一位艺术人 因为他愿意尝试 冒险 打破旧有的思维 甚至于顺服了神的灵 因为他的心明白神的计划需要他 当神把圣灵注入在玛利亚的子宫中 这胚胎就需要依赖母亲的养分 以及爱才能够孕育成形 如同神给人的灵感一样 Squires说 灵感只是简单的胚胎 至于要如何形体化 则需要用生命及时间去酝酿 这是艺术的开始 也是上帝让人经历丰盛的过程 以上就是本期国土星报综合报道 谢谢收看 我们下一期再会 本集结束